小朋友大家好,我是Juan老师 今天我们是上英文节 所以大家好 大家准备好你们的英文练习书 翻开这一面 准备好你们的英文书本 自己要记得今天是星期四 我们上的是英文节 所以你们要准备 提早准备好你们的英文书本 翻开这一面 大家准备好你们的英文书 然后翻开这一面 我们今天要从这一面 开始教起 翻开你们的英文练习书 翻开这一面 老师,我看不到你分享了那个视频 其他人看到我分享的视频吗 看到 如果你看不到的话 你就要自己去找一下 到底那个视频是在哪里 因为我已经分享了 我看到了 所以我们一起来翻开这一面的练习 好,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题 他要你look at the picture match the appropriate response ok 看着这个照片 然后呢我们要把他的那个反应呢 来连接起来 所以你看第一题 这个人问他 Are you Sarah? 你是Sarah吗? 你看他这样子笑笑 就是说这位女生 她就是Sarah 所以假设你要承认 哦,我就是 谁是谁 你要说 Are you okay? I have an idea idea呢是主意 可以下去 idea呢是主意 我有一个好主意 还是Sure 好的 还是你要回答Yes 是的 I am 我是 还是要回答最后一个 Thank you 谢谢你 所以我们是要配个哪一个 才是正确的呢 欢折 第一题 我们要配跟什么呢 我问你 Are you Sarah? 所以他这样笑笑脸 就是代表他承认 他就是Sarah了 所以你要怎样去回答 Are you okay? I have an idea Sure 还是Yes, I am 还是要Thank you Yes, I am 对了 你要连去 Yes, I am 那么第二题 Luxman 你看到你的朋友跌倒了 你向前去扶他 你会怎么问他 Are you okay? 对了 你还好吗?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第三题 一针 你的朋友问你 Can I borrow your pen? Pen就在前面而已 Can I borrow your pencils? Sure Sure 对了 Sure Sure就是指好的 没有问题 一针 第四题 学生向老师说 Let me help you carry the book 让我来帮你拿这些书 所以有人来帮你拿书的话 你要有很有礼貌的 和人家说什么 Thank you 对了 Thank you 谢谢你 那么最后呢 老师问 Does anybody has an idea for our class project 所以这个小男生举手 老师问 大家有没有任何的意见呢 有没有任何的主意 那么这个小男生举手嘛 就是代表说 他有主意哦 所以他本身自己回答 他就要说 I have an idea 第二 我有一个主意 所以看自己画先 画对吗 检查看自己的线 是否画正确 那么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旁边的 还要你look at the picture write the correct answer 还没write之前呢 我们要先了解 第一个黑点 他说的是 I run on tracks every evening 挂虎 下一个track 这个track呢 写上去 它的意识呢 我们称为 那个 跑道 跑道 I run on tracks every evening 我在每个傍晚呢 我都去跑道那边 跑步 第二个点 就是说 I am watching television watching television 我们很常在说的 就是观看电视节目 旁边的第一个点呢 你看第一个 他说 I read book to gain knowledge 你有没有看到 后面的字 gain knowledge highlight起来 还是挂虎起来 写下去 它的意思呢 是增加知识 我们读书 是为了增加 我们的knowledge knowledge就是知识 最后一个点呢 他说的是 I am cooking with my mother cooking就是 煮 正在和我的妈妈 煮饭 一起煮菜 所以先把 那两个 被highlight起来 的那个词 填上它的意思 那么写好了意思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 第一题 他问你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做什么 你看图中 你跟妈妈 在厨房煮东西 对不对 所以 上面哪一个句子 是说明 你和妈妈 在一起煮东西的呢 Doris 请问是哪一个句子呢 I am cooking I am cooking with my mother 对了 所以将这句 填下去 I am cooking with my mother 可以将这句填上去 或者是你们可以在旁边先写 一 那么等下呢 我们再超也是可以 第二题 第二题 让我们两个副题 好来 一阵来回答第二题 what are you doing 图中 看到这位 对了 对了 I run on tracks every evening 在这边 填写第二 我们可以等下才超 I run on tracks every evening 那么第三呢 来 加薪 图中 我们看到 这位学生 正在读书 I read book to gain gain knowledge knowledge 对了 我读书 来增加知识 对了 加薪 I read book to gain knowledge 这个是第三 所以你们自己看 第四题的图片 what are you doing 我正在看 电视机对不对 观看电视节目 对吗 所以看回去上面的选择 我们剩下一个 就是 I am watching television 所以那个呢 刚刚我们做的呢 你们可以先写上 1234 然后等一下呢 再来填写下去 如果你已经写了 就没关系 如果你还没写的呢 你可以利用等一下 放学过后的时间 才来写 都检查好了吗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 接下来的练习 好 老师给你一个 5分钟的时间 来 你们自己完成 这一面 所以已经完成了的 你们可以稍微等一等 给其他学生 一点点的时间 尝试完成 这一面的练习 5分钟哦 5分钟之后 我会再跟你们讨论 好了 看起来看看 展示 麻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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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